记者报件信高雄报道,高市自由路六项为学校设置的家长接送区,周一至周五禁止停车,曾姓女子违规被罚后申诉成功,原因是当天虽然是周二,但却是连续假日,没有影响学生上课。 据了解,左营区自由二路六项临近龙华国中,为方便家长接送学生,设有告示牌,周一至周五七点到十八点不可停车,其余时间均可。 去年二月二十八日周二下午十五时二十四分,曾姓女子违规停放小课车,被开罚九百元,恐为全国首件曾女认为当天虽然是周二,但是逢连续假日,学生不上课,停车不会造成交通不便,并认为当初会开放停车,就是一种贴心的行为,交通裁决应比造假日给予开放停车, 因此打官司套公道,高雄地院认为,告示牌限制停车目的在于避免影响学生上课及放学安全,自不能将话解释为只要周一至周五就不能停车,否则将违反行政程序法比例原则规定知识合性与必要性。 并说,所谓其余时间开放停车是包括预有周一至周五放假,没有学生通学安全顾虑的时间,即可开放民众停车。 曾女假日停车行为符合告示牌指示,又无证据显示有学生通学顾虑,当然没有违规停车的主客观行为存在,裁定不乏。